这是崔彩婷因爱生恨的时刻 她不顾即将生产的珍珠 恶毒的要拉珍珠同归于尽 幸亏风生衣及时打晕了她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可珍珠却情绪激动 执意要让风生衣带着死士去找李处 因为她不相信李处真的会战死 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动了太起 导致珍珠要早产 太子妃本想暗中坐手脚 让珍珠一尸两命 谁料郡主和皇上亲信都在门口 她也只能作罢 铲颇禀报 珍珠难产情况危急 情急之下 郡主冲进产房 她告诉珍珠王兄已经被找到 现在正在返回的路上 为了取信于珍珠 郡主当即发下毒誓 唐天在上 我领和骑士都此次欺骗嫂子 想问之后 原家一族终生不能再犯过 文言珍珠终于安下心来 拼尽全力生下了一个小皇子 另一边 因为安禄山的起兵造反 李处奉旨平叛 结果中了安禄山的重重埋伏 一场战役下来 尸横遍野 唯独只留下李处一个主角 此刻 太子妃派去的何灵依 发现李处还活着 刚打算对李处动手 谁料风生依却在此刻赶到 由于不是风生依的对手 何灵依只好暂时放弃刺杀 虚弱的珍珠终于醒来 诉词告诉她 风生依已经找到了李处 两人途径河北遇到了剑宁王 剑宁王要她养好伤在上路 随后又拿出了李处的平安信 珍珠看完信后 得知李处一切平安 终于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因为同官失守长安岌岌可危 皇上龙颜大怒 大臣们建议皇上暂避祸乱 一驾到蜀郡 皇上虽然同意 但是要求一驾必须秘密尽兴 这样一来 又给了太子妃一个陷害珍珠的机会 皇宫上下的人都在悄然准备 韩国夫人也悄悄带走了崔彩萍 却唯独没有人通知广平王府的珍珠 当珍珠得知消息时 整个皇宫已经空无一人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人算计 另一边 李处和李潭率军提前到了蜀郡 京城的马车刚到行宫门口 李处就迫不及待要见珍珠和海鸽 可查看了所有马车都不见其身影 李处火冒三丈质问崔彩萍 却被父亲制止 说他阵前失手侥幸逃回 让他即刻去向皇上请罪 在弟弟妹妹的劝说下 拉着李处去念见皇上 而此刻的皇上看到此地如此荒凉 摸着桌子上厚厚的灰尘 更是火冒三丈 李处在不告不宣的情况下闯进来 直接就撞到了皇上的枪口上 随即皇上的一枪怒火 全部发泄在了李处的身上 指责他抗制巨战 延误了先机害同关失手 并责罚李处跪在行宫外 见李处受罚 杨国宗却幸灾乐祸地嘲讽 他得意洋洋的嘴脸 让李处恨不得手撕了他 此刻陈统领对于李处的受罚 于心不忍 便向皇上建言 声称广平王驻守同关期间 屡次击退叛军于关外 最终虽未守住同关 却也是血战沙场九死一生 如果过于磕子 怕会含了随行将士的心 皇上闻言心软 这才让李处起身 并让他随军护驾 就在此刻 郡主着急忙慌 告诉了李处一个心碎的消息 李处心急如焚 当即就要反长安救珍珠 却又被高丽氏劫处 声称陛下口律 要广平王守护在御驾左右 李处实在担心珍珠安危 当即就要拒绝 李潭却趁其不被敲晕了李处 因为拒绝圣意非同小可 很可能性命不保 高丽氏健壮只能暂时告退 与此同时 李潭派来救珍珠的人 已经赶到了广平王府 他向珍珠禀明了身份和来意 可此刻的珍珠身体虚弱 根本承受不了舟车劳顿 他不想成为大家的负担 便把出生不久的儿子 托付给了前来接应的将军 就这样 整个王府就剩下珍珠和宿慈二人 由于安禄山叛军的到来 珍珠很快将面临 被安庆旭亲手刺杀的时刻